首先呢,我先感谢各位啊,这个能够来今天的活动 我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公民会的会长,Western 同学们,朋友们,历史正看着你们 看着你们是否还记得 你们是否还记得喝下毒奶的孩子们 是否还记得被送进借王尹中心的学生们 是否还记得四川的豆腐渣工程 新疆的集中营,黑社会强杀的受害者 709律师案被捕的律师们 北京被驱逐的低额人口 被迫害的性少数群体 伤害的四月之声,唐山被打的女孩 还有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田店女 还有更多,更早,更难以被计数的受害者 你们还记得吗 但是 但是 为什么 直到今天 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 在经历这么多事情 死了这么多人之后 还站出来 只此国难遂凶四风荣荣 我为青年更应当与民主和共和为几人 担负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良心和勇气 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自清朝以来就一直在追求我们自己的民主与自由 而我们收获的是什么 收获的是什么 是在尸体堆上的毛泽东 是在坦克后的邓教平 是在前权代理的江泽民 是在废墟旁的胡锦涛 还有 在共和国里当皇帝的习近平 如果过两天 如果过两天 共产党全都解封了 你们就当这场火灾和清零都没发生过吗 就当那些死亡者根本不存在吗 直到下一次的悲剧重演吗 没错 我很感激大家的勇敢 但我更愤怒的是我们之前的懦弱 当我们西藏的朋友们 因为信仰流离失所的时候 我们在干什么 当香港的手足们 顶着催泪瓦斯 一步也不后退的时候 我们就在做什么 当维族的人民 在集中营里 淒离紫色而流泪的时候 我们又在做什么 但是现在 一切还不晚 因为此时此刻 上海 武汉 乌鲁木齐 成都 以及许许多多的城市里面 善良的人民 同学们 正在冒着远远比我们大的多的风险 抗争着 战斗着 他们在战斗 而他们也有很多 我们被捕的同学 依然没有被放出来 他们都不害怕 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 还有什么脸面去害怕呢 他们绝不能倒下 我们也绝不能退缩 我们绝不能让柜子手显得高大 好挡住属于这片土地 自由的风 这场战斗中 我们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 有着可能与我们不同的诉求与理念 但正因为我们所共同追求的是民主与自由 我们才有能力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互相团结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多人站在这里 这么多不同的诉求 这么多不同的信仰 但是我们一点是确定的 就是共产党有它的国家机器 而我们有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不是暴君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是公民的社会 不是专制的社会 我们要勇敢 要坚强 要团结 我们正在荒野中 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我们将并肩作战 冲写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一个关于勇气 关于责任 关于自由的故事 人民万岁 奉争必亡 谢谢大家